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采集方式看到 朴大厦在对内据说还开了会 希望大家能够引成一股绳 不要听这个网上的各种传闻 其实我们在这儿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那么球员层面上也能看得到听得到 没错 所以他们心里面也在犯嘀咕 王主任还在对表 大概明天现场的风应该还是挺大的 这边看应该是从球迷去飘楼过来的彩条 王主任是赶紧让球员那种处理一下 不要影响到比赛的一个竞争 这种彩条啊 经常在这种单位的赛场可能能看到 一场的比赛估计啊 赛后应该是这些保洁的人员啊 挺头疼的 这个近方界的时间呢 应该是北京时间的下午三点半 嗯 这个因为太调了 现在是耽误了点时间了 没错了 那我们说好饭不怕晚啊 看看今天究竟这场竞争俄比 会打成什么样子 好的 随着主裁判王哲的一声哨响 由PPP距离体育为您带来的2017中国平台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第七轮 延民府的主场迎战长城亚太的上场比赛也是正式的打响 今天有客队上亚太白色的比赛服务上场屏幕左侧向右侧进攻 而主队沿边的还是红色的比赛服务上场屏幕右侧向左侧进攻 为您带来本场屏述的是金昭和鲁敬铭 下来之后感觉亚太在客长想的还是很凶的 来看看这波的进攻 马里奥回坐 并不着急 这两支球队的风格就像竞亭刚才描述的那样都很硬 是啊 一个是骨子里就硬啊 年边 而另外一边的身体很硬啊 长春 其实呢是两支我们说作风型的球队 没错啊 关注比赛的同时呢还是要提醒您啊 PPTV智能电视点燃中超赛场本场比赛将送出两台PPTV智能电视 PPTV智能电视4K高气为您打造大平体育盛宴 精彩赛事不容错过 看看这次任意就开到进去后点 还有2点再来赔讯 定位球呢是长平亚太的优势所在 颜面复得的平均高度啊 要吃亏很多 所以在1点2点争抢方面 他们可能会遇到麻烦 没错啊 刚才后点应该是伊兹梅洛夫啊 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个球完全顶到啊 不过还好2点我们说后点有赔讯的个人攻击 再次拿到了一个角球的机会 这也是本场比赛双方的第一个角球 这球开起来 仍然是后点 头球点到中间 有机会 他可再来上一角 胡斯蒂 左脚再打后点 后 上来以后感觉 哎 亚太这一拨三板斧啊 敲的严密波的后防线压力比较大 的确从这个开场的情形来看的 客队抢攻反客为主打的有一点点 主队有点懵啊 感觉这个不仅仅是敲山正弧那么简单 现在看起来就是 哎呦 哇 这是差一点点直接从池文一脚下把球直接转走 是 感觉亚太上一轮的比赛拿到了中超啊 手上之后啊 整个的气势很好 再加上此前一次主场的比赛 虽然说这一轮的比赛是客场 但我们说基本上还是在吉林省内的体能 那这种旅途方面的消耗不是特别的大 呃 从今天比赛开局的这个状态来看 有点得比的味道了 是 新中超 新主场来PPTV距离体育看中超赢考里 扫描二维码进入PPTV体育微信公众号 回复竞猜题答案加竞猜密码 最先答对的两名用户将获得PPTV智能电视大奖 本场的竞猜题目 延边本赛季已经结束的六场中超的比赛一共打进了几球 竞猜密码7260 竞猜密码7260 中奖的名单会在次日的微信图文公布 延边本赛季已经结束的六场中超的比赛 一共打进了几个竞球 非常简单的一道题目 开场这三分钟呢 主队不像主队 客队不像客队 这就是德比战 两支球队呢 是省内较量 也是历史上第三次吉林省内德比 平时呢 都是兄弟相称 两队的关系也不错 但是现在呢 正好在积分榜上 是犬牙交错 而且呢 都是处于危险的边缘 所以现在没有办法以兄弟情了 上来就是一个搏杀的状态 没错了 超哥也说到这是一场六分的宝击大战 目前两支球队所处的位置来看 今年主要还是要以先宝击为主 所以第一回合这种所谓的省内的吉林德比 估计应该是杀的火星四箭 从开场情况来看呢 就像朴泰夏在赛前 接受采访时说的那样 现在长城亚Tand正在势头上 长城亚在这个势头延续上一场吧 非常明显 所有的球员就像上了发条一样 这个展开前场的凶狠逼强 这个话都没说完啊 他们就继续施压 没错啊 他龙 他龙明显感觉到 上一场的比赛进完球之后很兴奋 他也知道这一个对于他来说 一哈落一旦受伤了 自己的机会来了 因为像此前李章珠给到他龙 这种就上的时间基本是下门上 时间很短 甚至有些比赛都已经大部分落后了 偏近垃圾的时间 放了这次长城 给他去吃礼 嗯 这个球的视野非常开阔 应该说金春娜的纵身啊 受到了防守队员一定程度的干扰 没有办法内切 所以呢 他多多双双没有全速前进 场地面还是有一些彩条彩带 是 还有气球 红豆集团60周年庆 来 红豆男装 快上苏林一购 今天看我们眼边整个目前就是四后卫的阵型啊 排的还是比较清楚 来看看这波的进攻 漂亮的过人 继续向前 再推升后 那时候船的难度极大呢 而且身边就亚太的防守球员 刚才应该是陪帅把球给拦下来了 可能亚太最近凡是排四后卫的时间段里边的 这个球队表现还是不错的 嗯 五后卫的一般 而且这球打四 最近呢田一农是打到了先发的位置 更多的出任中场的这个进攻衔接者 他的整体的表现呢还是不错的 他跟吃中国的功能呢有明显的不同 刚才超哥也聊到这个田一农跟吃中国 之前我看了中超的很多 目前在本土方面后标球员的传织数据 这两个是你们的前茅儿的 呦 双方球员应该撞到一块 马里尼奥啊 马里尼奥是一个作风很凶狠的 巴西的球员啊 应该是跟对方的二号江北棚 关键就是马里尼奥这个身高 我们说比较矮啊 对方一起跳 他一跳的话 仍然顶住对方的肩膀 那么之前马里尼奥更多的活动 在边路的位置 不会有太多的这种争顶 低点的这种机会 这个对他的技术特点来讲呢 看上去不是一个强项 但是他现在跟斯蒂夫的位置非常像 两个人都在一个二前锋的位置 没错 这我们说真是得比啊 真是兄弟 两个队呢 今年都有四后位 五后位的切换 都有现在在中锋位置上的一些变化 他们的速度型攻击手呢 现在都来当二前锋 没错 经过了开场的30分钟的一个猛攻之后 白泰在这段时间 我们没有进行稍微往后移了一步 应该是连边拿到了一个脚球的机会 这个我觉得放的是不是太轻松了一点 蒋哲 蒋哲呢本身是中场出身 一步在长城下才达到了右边后卫 或者是右边翼卫的位置 这两队都有很多多功能出源 今天我们到目前为止还在观察阵型和落位的情况 田一龙似乎就出现在中位的位置 来看一看 这次的角球战术角球开起来 再给到进区里 一点投球顶出来 外围 再推 看斯蒂夫传统的质量 就是对于很多的这种东北球队来讲啊 定位球的防守 或者说低一点高空球的防守 做的还是不错 看看他龙吧 来到边路一对一 面对对方的江卫鹏 踩单车过人 还过来了 再给到进区内 外的还有 调整一下胡思逸再推 嗯 这球想法非常巧妙 胡思逸眼见的防守队员已经不好了现实 准备用调球的方式穿越对方 今天球权是再次回到了亚太这一侧 能不能感觉到 确实胡思逸再回到中超赛场 明显是把自己当成这种老游戏 某条在用 踢球呢 很有想象力 不像以前其实刚来竹涛的时候 胡思逸一度啊 是把自己当中准边风去用啊 形成更多的个人突破 现在你看完全就是中场用 直播一关 过人的活呢自己一般不太去做 或者说有难度的过人的活一般都是交给马里奥去做 也跟年龄有关系 是啊 先看这球啊 跟朴朝的这一侧 看看蒋哲 蒋哲这球挺的还不错 嗯 表球 李福这球呢也是过来挺及时的 这一年多开始偏爱中长的发型了 都是剪的短发 看起来还是挺年轻的吧 这一续起头发啊 显得这个真的是属于东北老爷们啊 有些操控 张啸飞这是什么情况啊 呦 这边看亚太的队长张啸飞 是不是刚才中场投球的时候 队方全顶到一块儿 张啸飞今年更多的还是打到了一个中位的位置 而随着年龄增大 不太会去打到边路啊 进行更多上下的折返 开场11分钟 这边这边又需要换换下U23的球员 13号的金波 跟李龙那个对位调整 依然是脚球的机会 所以脚球发起来到中间 没有撑到 他就再点回来 后球再点回来 他还是在右边弄 依然是不利 看看右脚再起 应该是打到了手臂上 这球看上去更像是一个任意球 在观众道比赛的同时呢 还是提醒您爆款家电 定睛翻倍 新人载小199的红包 买家电快上苏丽一购 任意球的机会 那是脚球的这种 任意球 这球短的开进来 这球很有想法还是老样子 因为长春亚太整个进攻当中啊 特别是定理球当中的得分点非常多 高的低的都有 所以往往对方的防起来很难 尤其是喜欢防他们的上三路 没错啊 这一会儿呢 算是突使冷剑 有变化啊 又出来了马里面奥的犯规啊 马后去中国啊 刚才也说了 一个是去中国 另外就是田一农 现在两个眼边的球员 刚才就是后腰方面 能够球员的排行榜 是排行榜第一跟第二 今天看其实田一农啊 有的时候把这个位置退的是 拖后中位的意思啊 就是拖后中位啊 他今天打的就是左中位 所以我在刚才有说 这个球员是多功能球员 会在位置上比较多变啊 这两个球队里面都有这样 很多的球员 基本上这两个队的中后场球员 都是多功能球员 没错 有的时候呢 他们的位置也很难说 再加上阵型的 最近三后位四后位 两个队都在切来切去 所以当你拿到先发名单的时候 你几乎无法预知 哪名球员是出现在的哪个位置 是 我们还是要通过这个比赛主场去关注 尤其是排在下 其实今年对于球队 什么在阵型方面都改造 还是有决心的 虽然说目前的中级情况 不是很好 但是 可能还是有很多的原因 调态下上一场比赛 就是四后位和五后位 刚才我们说了 反复切换的这样一个模式 对 呃 那场比赛 我们试想一下 当时 姜卫鹏的中路搭档 应该是韩清松和吴咏春 嗯 今天又完全不一样 对 那场田一龙和池东国搭档是双后摇 现在田一龙出现在中位 所以这个比赛你要不看 完全是不知道他会站在什么位置 没错 很多资深的延边球迷 我们也看很多社群 他们也在讨论这场 哎 谁打什么位置 谁打什么位置 因为 即便是 一流的延边球迷 然后还这个也 因为窝不准 朴槛夏下一招会出什么 是 这就我们一直在聊到 其实今年朴槛夏这位球队一直在进行改造 但是目前整体的情况不够理想 原因我们说的多方面的 整个外园的就是水里准的一个下降 比如说外园的使用的情况的名额的下降 再加上U23球员那种增加 其实今年延边基本上打了十几分钟 最多也就是什么 不到半场 把这U23球员拿下来 这一拿U23球员呢 这个阵型又变了 你刚刚看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U23上来 你金波是个边风 还是今天打1位 你又不知道 是 还得再琢磨 现在看的话 金波的位置 这位还挺好前的 大家还要是边风的 锦磨有力 为什么现在还是出货了 斯蒂普刚刚刚刚刚都放场了一下 因为在上一场比赛里面 金波也是类似时间的 TIP登场 登场之后呢 就在下半场 换成了E位的位置 现在呢 还是在观察 这个是不是一个 变舞后卫的一个选择的一个节奏 这都很难说 张晓菲 今年对于队长来讲 对张晓菲来讲是一个挑战 因为打中卫呢 他在整个职业生涯 之前都没有啊 现在呢 他更多的要出任中后卫的位置 对 一度 你说今年继续 张晓菲打的还是最中的职业 他表现是对了 他们还在计划 对了 决定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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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亚科 皮经纲呢 作为这种代理的主帅啊 在门将方面也进行了调整 我们亚科时又回到了首发当中去 此前的李章珠一直是在入这个一番 有意思 在金波上来以后 田一龙是出现在中场 这个淘汰下的变招太多了 而且跟前面10分钟出头的情形不太一样的 就是长城下看的完全降了速度 开始降低高位逼抢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全面开始收缩自己的防守线 延绵负责掌控了中场并且开始主攻 方哥你觉得这是不是可能是陈志导的一个开局的思路 就是前三到五分钟 对 要去逼一个开局打对方的一种 上来之后整体的一个状态不佳的一个情况 利用上一场比赛球队取胜大家 心气是气都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先一鼓而下 看看能不能够拿到一个好的开局 这是很多球队目前的一个好选择 比如说在昨天的比赛里面 扎哈维就在35秒的时候破我们得分 然后从这个长城下台今天的情况来看 开局也的确拿到过一个绝佳的破往机会 应该错了 YFC这边应该传球失误了 前方的反抢 手上有点动作 应该是推到了去中国 中国的断球能力很强 在前面六轮比赛过后 十八的抢断也在中场的球员排行榜上明点前往 他是传球成功率以及抢断三项数据都位列前五的球员 全球中的国内球员当中独一份 当然了 他的这个传球和传球成功率啊 很多是建立在一些横向的这个安全球的基本上 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 的确有推人的动作 比米加兰 看看眼边的认球的主法 这球很可惜啊 是 长城亚太有类似的问题 长城亚太的球员非常高大 但是他的定位球防守却并不好 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本赛季前六轮他们丢了很多定位球 他们的平均高度一直若干年都是联盟领先的 或者第二名 但是呢 这个本赛季 包括上一赛季定位球防守 丁人出现了重大问题 就感觉很多的这个 比如说是长城啊 就是像 辽阔有这个强 就定位球的进攻能力是强 那好像防守方面 这个注意力显得不过就是说 就类比什么呢 就可能有一些中招的球员 不知道看不看英照 就西朗也是啊 他们定位球进攻能力很强 但他们其实在定位球 防守当中也设了很多球 现在终于基本上看清楚这个 U23球员下了以后 这个朴泰下的布阵 跟开局呢完全是两回事 先来看看这波角球 再来看看这波的进攻 还是个角球 嗯 我们在这波角球公式结束以后 再来看看这个双方的阵型情况 跟大家分享 这波角球公式结束了 这波角球公式结束了 我手上不开 我手上不开 你就不开 我手上不开 调势豪 再给 进程大 回坐 调起来 斯蒂夫 给到中间 外来有机会 啊 这墙往里顺的难度比较大 好的 结盘就地的翻转 把球抢回来 再给到内部 还是机会 给中间机会来呢 还有吗 再打 清空方的犯规了 第一时间应该是先吹了 边边的犯规啊 有点可惜啊 就是刚才 我们说给到右边的内部 这一脚直传还是挺有想象力的 就是 这一脚啊 这一脚球不越位 这一扣到三脚啊 力量轻稳 应该不帅啊 别赖了 这个位置 很积蓄 目前为止 两支球队的站位阵型的主队沿边复得的情形呢 应该是一个433 433的站位更倾向于 门将呢是22号持文一 两个中位呢 右中位是16号吴咏春 左中位是2号江卫鹏 那么 两个边后位是17号朴世豪 右边后位是23号裴玉文 先看这边 胡斯蒂在策划进攻 这一下力量给的还是有点湿 中场线方面呢 今天田一龙现在是顿后啊 是 相当于一个后腰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那么池中国的位置今天要比他更加靠前 嗯 那这边 范晓东传中 同球下来 哦 这是比较少见的 范晓东突然间一足啊 打了六侧的这边 是 这个也是跟刚才快攻有一定的关系 正常情况下他都是抱在左边 这个真不是他的特点 没错 那么 林比加兰呢是出现在沿边的中场进攻组织者的位置上 那么封线上呢 现在斯蒂夫不是二前锋 而是左边锋 我们注意到他的回收啊 基本上全部能够回收到 左边后卫这个附近 那么右边锋是金波 中锋是金城大 这是他们的一个433 这边的金军内抢下篮 再挤 非常蛮强 双方的身体接触非常多 是 这也是两支球队的风格所致 哦 漂亮 这球应该还能拉回来吗 找根一颗啊 跑过了 后边的金波好像跑过了 这个球 看着亚太的反击 给一个内部的直甩 我到金军内扣回来 再调整 好机会 停 停 哎哟 我真的是说飞其所长啊 没错 其实这个球唐龙给的非常的好啊 本来看马里宁奥是想要一个身前的这种脚下 他挑到了后点 马里宁奥呢也是快速的跟到了后点 但是这种投球的攻击啊不是巴西人所擅长的 马里宁奥是一个好球员 之前 多轮我们已经看到他的表现 包括上一轮 与巴索哥的对抗 我们看他也是动胜一筹的 但是 这不是一个高中风 这个要交给伊哈洛就是一个Easyball 交给他 确实感觉他做了很充分的准备 但是越准备心里越虚 最后还顶掉了 超哥 你们把这个球如果给停下来的话 是不是也对于马里宁奥来讲处理不好了 对 我觉得干脆就停下来算 而且是有用的空间的 看他没帅 还能不能再挑进来 那么从今天 我们现在看到的长城亚太目前布阵情况来看 今天他打了一个四后卫 是一个4141的阵型 门将是23号 吴亚科 右边后卫16号蒋哲 今天张孝飞打了左边后卫 33号张孝飞打了自己熟悉的配置 两个中卫是5号伊斯梅洛夫和5号孙杰 我又是脚球啊 这些脚球的威胁啊 就真的像西部朗一样 第一点他们很容易争得到 他们比延边高多了 延边球员的高度是吃亏很多的 尤其是在定位球 我们说像孙杰也好 伊斯梅洛夫也好 就两个中卫一上来 再加上他注冲陶洛我们的那种升高的能力 甚至像后腰陪帅的能力 整体的那种海蛙 就是场圈的时候要更高 更高 连标误也都高 连这个蒋哲啊 何超啊 等等等等 这些又要上了伊哈洛 这个马里尼二是把这个平春的高度给拉低了点 今天马里尼二打的是中锋 是标准意义上的中锋 这个4141的那个箭头是他 对 那么后腰是21号何超 中场线左边前卫是石青号范晓冬 右边前卫是谭龙 但是两个人会有惯位 那么中场呢 偏防的是6号陪帅 偏攻的是10号胡斯蒂 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而马里尼二的位置在中前上 还是比较灵活多练 他的这个活动区域呢 应该是很很自由 我们所谓的拉到中间 同样也会拉到边路 这就是中锋的一个战术 因为单中锋嘛 都是这样打啊 单中锋肯定是要横向的 要要反复的去接应 没错 但总体来看 他的位置是最靠前的 而不是之前比赛里谭龙靠前 比赛里拿球在独错 讲学调起来 那边应该是又给了一个脚球 肥帅 肥帅最合适的位置 应该还是一个后腰 他也可以特传中位 同样的位置 能有一个中前位 肥帅 肥帅是胡思帝 脚球再开启了 这就是后点 就这样一碰了一下 低波 后场期长呢 两只球队的定位球 拿的都很多啊 这比赛进行了不到半个小时 一共是拿到了7个脚球双方 嗯 应该说两只球队 都是拿定位球能力很强的球队 没错 好的 这个球处理的不错 再给秘密加篮 看看左边路 调起来 线路啊 太靠前了 这球呢 金虫大了很难能够 拿到 推到右边讲折 好的 阿里尼奥内切了 好 不死定 斯蒂夫把球端下来 最后看看延边的反击啊 延着中路的支传 很清楚 再给 斯蒂夫 2打3的一个局面 这个位置他还是有办法的 我们看看一对一 最后这一下是不是 配方原碰到 又是找球 嗯 嗯 因为两支球队的风格都比较硬 而且解围的方式呢 比较干净利落 所以呢 放了大量的角球和任意球出来 没错 比比加兰的角球开到中间啊 这两个队都对自己的定位球 还挺有心 啊 都想要 进波看看 霍尔正区类 你先的打球吗 还是 还是脚球啊 被分拿球之后一次 维洛夫应该是破坏掉了这次进攻 而且呢 双方都对自己的运动战的信心 也不是很足 对最好能要的定位球 是 亚太呢 是善于乱中取胜 刚才我们说了 新郎也喜欢要定位球嘛 哈哈哈 这个麦考利就等着他上来 最佳射手啊 那是 没错没错 这边的最佳射手呢 其实长春也有过伊斯梅洛夫的时期 没错 当一米加兰再开了 这一次是前点啊 但今天好像双方这个角球啊 目前这个点阀的 都不是特别特别理想的 对 而且双方都有地方是 双方都很有信心 能防护对方的角球 所以才敢放啊 确实如此 马里尼奥远的左边 要传了 其实从刚才马里尼奥远的左边的这一次突破呀 还是能感到这哥们 更善于在右边活动 还是很左右脚的平衡性 稍显 还是没有那么的顶级 好球啊 看看这边 哎 先越位了吗 那时候如果说不越位的话 布斯蒂是可承可舍 我来看一看 稍微的有半个声味看出来 陈金刚指导呢 也是中国足团的民宿 没错 天津足球重要的领军人物啊 我当时06年啊 这个帅领亚太当时 中超的橱子赛季 是第四名的成绩 非常理想 因为后来 因为有一个自动物方面 到了一些意见 选择这个离开 之后也有短暂的次数 尝试下看的情况 不知道这一次啊 原来是一种执行教练 还是说是 可能会把他整个的位置复制 现在是挂了一个带助教练啊 带助教练 带助教练 再给他执帅 没有什么好机会 也就是这种回船 小姐 你能感觉到是等胡适地回来 要拿球啊 继续再用中场 没有肯制跟差点啊 这脚的斜船不错啊 其实今天呢 整个亚太上来之后的进攻 还是肉侵比较严重啊 带助教练呢 在右边没看到 左边没怎么看到他 看这次成终怎么样 带助教练又把球拿回来了 就丢了 推反击 放在进攻大 运动战当中 两支球队打一些这种小船小地啊 尤其是长春并不擅长 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 单兵突击在编路做文章 这是他们所擅长 沿边呢 则风格非常直接 直上直下 是 那能金波啊 在进去线附近啊 把球回坐 哎呀 这球做的其实挺差的 没错 再推 金波突破呢 是有一把好手啊 速度快 频率快 这个传球是不太行 那刚才看 面对赵孝菲啊 还是显得自己 已经不是非常的质 坚决一点啊 没有必要有犹豫 好机会 跳起来 打到现在为止 进攻的效率值 应该还是长春更好一点 哎 长春拿到了一些 绝佳的机会 没错 弹龙今天的表现 仍然非常出色 弹龙那个球员呢 吴达仁在美国 这个球赛 哇 陪帅这球停的 真是把自己停在高山上 这是 所以弹龙呢 现在我看在队内啊 目前哈洛受伤的 绝对是主力的成功 主力的出风 还要承担 像 比如说要给伊哈洛也好 甚至就是 马特黑也好 马里尼奥也好 刀翻 哈哈 毕竟我相信这外员 还会有一些英武功底 但是像马里尼奥也只是说可以 他就传的不价 他就 不对抗的情况下 把球传丢了 所以我们说亚太呢 他们更喜欢定位球 嗯 对你定位球没存在 像刚才这样的情形 要不然就是让 啊 范晓东或者是 马里尼奥自己干 哎 就这两个人 有自己干的能力啊 这个是他们所喜欢的 那一旦让他们 选择船的时候呢 你看马里尼奥想想 哎呦 船 没准又丢了 还不如我自己来 那球最后那些时候打高了 啊 前面的那一套 不是百多爱做与臭啊 最后就找到射门了 这也能够目标 今天忘记跟大家推荐这个微博了啊 有球迷也留言了 在我的各种微博 经创斯卡上留言 诺莫MHB 他留言说也不解脱大鲁能了 这轮鲁能和生花的比赛 因为赛场的原因是延期到9月份了 这轮所以这两支球队暂时没有比赛 刚才我们看7分榜上鲁能要想超越 也要等到下个星期的事 没错 看过这次的挑事哦 哎呦想法不错 但是最后就打门啊 这个难度太大了 对了金城大啊 这球很有想法 但是如果就是要 圆脚去挑的话 往这个圆脚去挑的话 会不会更好一些 非常难 他圆脚要外脚背 是 因为他右脚嘛 他这个圆脚要完成一个 顺势的啊 他的确想用外脚背 但是这个脚法拿进去太难了 这球要打进去就是本轮最佳了 不要吵了 在这跑步当中的脚腕还需要有个变化 主心还没完全调整过 脚腕再去抖 因为他角度是相对的进门柱小角度 门将基本战略没有问题 他要想挑过对方门将 那得需要非常非常精妙才行 是 哦 够理想 长春的中前场 一旦运动战配合的确是有一些问题 所以当一些破坏型配合的时候 就像这样 他们来的更干脆 哈哈 孙杰这次的简维真的是干净利落 把球远远的抬走 离自己的进去远一些 随后横传 右边路有空荡推过去 金波 哎 一下子想敲还是想停啊 没看懂 线路非常好 但是金波这个连接太差了 嗯 自己又把球抢回来 那得突吧 船中的效果后点 会太靠近能将了 金波还是要发挥自己的特点 嗯 突起来嘛 你不要去想着这一下能传死对手 先把对方的整个阵型搅乱 对 船中的这个 最后一船呢 其实可以找一把银笔加蓝 没错没错 把这工作交给更擅长的什么吧 没错 马里尼 好 左边很空 好飞 再坐回来 再敲到进区里 嗯 现在进入长春喜欢的进攻模式 这种模式就是堆着打 哎 看好 应该又是毛铃铃铃 制造进区里面的混战局面 然后利用这个球员本身压迫力比较强啊 这很多球员将近1米9压迫到对方进区里边 如果真的有很多的球迷朋友有跟这个1米9左右的高大队员去提比赛的话 那个精力大家会会有 当然三四个1米9左右的球员铺天盖地在你眼前的时候 那个是很吓人的 哈哈哈 刚才这边看马里尼奥完成了一脚小羽肉打门啊 好像谭罗姆迪他这次是我们不太满意 干船 哎呦这边机会来了 他们进区内 左脚 送回来 再调整再打 哎呦没打性啊 应该就被门将扑了一下 小球 哎呦金城大这个机会来的很突然 就是马里尼奥那边还在回味呢 对 连镜头都没有能够捕捉到 这是今天延绵复得开局的最好得分机会 后场长传 哈哈哈哈 我们看中超的这种 尼米嘉兰跟金城大的连线啊 就类似英超一直在聊着喝水跟跟马尔迪的连线 很像 这是尼米嘉兰吧 大概率是 大概率是啊 这点都传得很好很好啊 哎呦 又是一条远射 来自于去中国 虽然是延绵 今年整个的比赛 虽然说呢 在这几个方面球得了很多的变化 但是他们是 整个比赛只是一个效率 还是像去年也很快 打得很坚决 这是他们不走运的一种体现 像刚才这种机会呢 其实是摆在眼前的 还是没有办法抓到 其他赛场上 应该有一些进球的出现 嗯 我那边看应该是拳剑跟江苏兄一够 已经是打成一个一笔 对打成平手了 没事 这拳应该是出现了 变才已经是主题了 啊 两位巴西人各进一球 帕托和特谢拉 哎 有前巴西 国庆的权利啊 虽然他俩无同一波了 调的不好啊 刚才应该拉边了 调到中间 上场已经来到了40分钟 比分还是0.0 这段时间 延边抢倒是挺凶的啊 尤其是高位 在对方半场一抢 这会儿呢是长城主攻 哎呦 胡斯蒂啊 左脚的外脚被把球打偏了 今天怎么老偏啊 胡斯蒂这 啊 这球好像还蹭到对手的感觉 你看 比较好像蹭到 台北人最后给的还是一个球鸣球 呃 今年确实两个球队在整个前六里 主超的设证就是其实很清楚的比差 这也为什么也不说到 像明天究竟就只进了两个球 还有一个点球 嗯 他们很多的机会没有办法转换一个合理 是 说偏说高 看了很多的数据统计 这两支球队今年的数据统计都不弱于之前赛季 对啊 尤其是长春比之前赛季还有大处提升 沿边这边呢 因为上赛季其实都不错 这个赛季也没下降 关键问题 这些数据不是进球数据 足球比赛只有进球那个数据和丢球那个数据是有用的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说赢了过程输了结果啊 对球比来讲仍然是没有办法能够满意球队的表现 范晓东又来了自己熟悉的这一套啊 但是这次没有能够拿到什么东西 对啊 你们加蓝 左侧内部的突击是范晓东的一个招牌 杭州的时候呢就是如此 这个赛季呢他的表现更为突出 甚至成为国家队的这个重要选择 那上岗内场的比赛就现出了比较世界波的演奏 不过之后自己也是有点打兴奋打嗨了 就得放到奥斯卡 前场做一个反抢啊 我们看一看 怎么处理 给到胡斯蒂吗 老东 再给胡斯蒂 真的 好的 看看起传终的效果 卡到前面 哎呦 这个本身没有太大威胁的传终啊 但是这个解决看起来挺挺吓人的 是差点进去那手球了 是 嗯 无论怎么说呢 长城亚泰这边的感觉上啊 在伊斯梅洛夫啊 重新出任首发以后 明显这个防守的稳定度啊 有一定的提升 没错 今天除了刚才金城大的那次偷袭之外 没有拿到 就沿边这边没有拿到太好的这个运动战 实际机会 对 这个跟之前联盟最差防守呢 还是有一定的识别的 没错 而且 先来看看这边 外面打远射 有折线 这叫打的脚头够硬啊 哎 应该又是脚球 尹米加兰 嗯 其实像孙杰也好 伊斯梅洛夫也好 以前 上上赛系 14年15年已经是这个绝对的两个主力 主力打得很好 当然 如果考虑到李山珠 可能也是 在求一些变化 把这两个就 再加上外援方面的一些 因为人员这种使用嘛 名额减少 伊斯梅洛夫没办法出场 可能考虑到球队要不要也打到一个后位 但是效果来看 不是特别的 不好啊 你这一次没落后不能上 还要打五后位 这人才就更少了 没错 只能让老张去打个 那个中间中位 老张那中间中位打的自己也 说实话挺模糊的 我觉得 还是在一个练习的过程 真的是 这都是快退一的年纪来 就开始练习一个新位置 没错 把球分出来 我们也看到很多 比如胡思蒂边峰出身 现在开始往前摇转化 这个呢是常规转化 但是 张肖飞从边峰踢到边后位 再踢回中后位 嗯 这个转化 尤其以他的高度和他的转身来说 这个 他又不是那种 出球中位啊 就是说能够调度全局的那种 就是感觉过度的位置太快了 过度的位置太多了 很少很少 就是边峰能改出后位 能打得特别好的 这个我现在真的很少 是 现在这个 世界足坛 想一想就想不到 一般边峰最多就是改的后腰 对吧 中国我们用下好几米 目前也是 像虽然时代俄 是 对吧 改的一个后腰还行 改的中位 而且偏组织的后腰 对 他出球能力一定是很强的 他打边峰的时候就是以出球 建场的 战场的比赛已经来到了50阶段 一分钟的50 刚才看应该是3号田一龙去到张宝范 今天看田一龙在场上的作用啊 并不是像之前的一些比赛 尤其主场的比赛 之前一些比赛里面 他的那个出球啊 是前场指挥观世 哎呦好球 刚才这外围突射了不见 还是被胖子挡出来了 这边看看史蒂夫 最后这波进攻 还会不会给上时间 这种打速度很快 他速度是快 续航能力很强 想给一个贴地的传 传递啊 可惜这球没过去 中路还有机会 看看林比加兰再推 大复杂了啊 其实林比加兰刚那个位 如果来到一较远处的话 财便有可能还会 把这一波的进攻啊 不完成吹顶 只要我们说 这一下被胖面碰到 黄泽应该是 吹响双方上场比赛 集出了烧焰 最终呢 吉林德比的上门场比赛 双方是打成了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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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